郭羅斯二十四號攻擊烏克蘭 已經造成美鳥師兄 不過北約強力堅決台灣也有參加 非常嚴厲的要譴責這種侵略行動 同時我們會以民主國家同步予以制裁 不過要如何制裁郭羅斯 經濟部的訪案要賣出 會再跟各國確認 確認之後應該要去制裁 應該是很快會有相關的 相關的共同的作為 劉羅斯總統普丁 下連攻擊烏克蘭做生人民的艱口 網路率流團 今天在烏克蘭名在臺灣的公伴 這些講話就是無知 對於有一些境外勢力故意運作 認知作戰有人予以負荷 身為不齒 我們絕對會保護國家的主權安全 保護人民的安全 今天中國等烏克蘭和俄羅斯的戰爭 來攻擊臺灣 團出國安部下令三軍 國部隊的家戶主官 不可以降一個時間離開營區 共同烏克蘭和臺灣不一樣 國安部又說國安部前 除了保持日常政分以外 對人好事情發生 買檔快速講話 來保持英本